森林是抵御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尸的重要防御手段 同时也为全世界数百万人提供生计 但森林正遭受破坏 过去30年 毁林面积已超过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国土面积总和 粮农组织最新的《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明确提出了三项关键措施 用于在支持环境和经济复苏的同时保护森林 停止毁林 恢复退化的森林 以及可持续利用森林资源以建设富有抵御力的地方经济 在凯尼亚Keresia山区 当地社区肩负起了一项新的保护使命 从政府手中接管森林 现在他们在林中巡逻 留意野火或任何非法采伐或放牧活动 2016年以来 已经有1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 摆脱了退化和被砍伐的命运 得到了恢复 帕梅拉莱诺根捷和其他桑布鲁女性同胞一起培育苗圃 用于植树造林 整个肯尼亚基于森林的价值链正在兴起 推动了森林恢复工作 露斯怀里姆在自家2.5公顷的农田上 建石枯枝做木柴 他将这片农田用于种树 几年后树木长大 他就可以售卖木材了 他们的木材为整个社区带来就业 从加工木材的锯木厂操作员 到制作桌椅、床和其他家具的林家木匠 在芬兰 木制建筑链正在蓬勃发展 木材均来自得到可持续管理的森林 创新的木制建筑材料 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和打造循环经济 这些预制木板叫做交叉层压木材或CLT 它们和混凝土一样耐用 但安装更快、更简单 可以储存碳 且不需要用化石燃料制成的材料 因此对气候更加友好 这里生产的CLT 被用于世界各地的公寓、学校、房屋 甚至摩天大楼中 实实在在的收益 无论是经济还是环境收益 都可以强有力地激励它们保护、恢复 和负责任的利用当地的森林资源 为了子孙保护、照顾好森林 和负责任的森林资源 我们能保护、负责任的森林资源 和负责任的森林资源 和负责任的森林资源 和负责任的森林资源